平权男女 平女人之二 若女子与女强人 一中天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七到二 作者 把我漂泊 应该说男女不平等本身 是我们人类社会 自身发展中的一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 要多久各个国家民族 因各自的情况都会有所不同 中国直到二十世纪初 才开始进行妇女解放运动 美国南部黑人女性 直到二十世纪中期 才开始进行妇女解放运动 印度的种姓制度 导致印度女性社会地位非常低 到1947年印度独立后废除 日本在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 实行了一系列限制女性权力的政策 例如禁止女性参军 强制婚姻等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日本才开始进行妇女解放运动 俄罗斯在苏联时期 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 直到1990年代末期 才开始取消对女性的限制 易老说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 不是理论造成的 但理论对人们心理的影响 不可低估 造成错觉 与人天生柔弱 与人该逆来顺受 中国传统社会男女不平等 这是事实 应该说不止我们中国 全世界人类各个群体 都这样走过来 因为人类个体的特点 和群体社会分工的现实 就决定了男女间的关系 和社会中的地位 易老说错误的理论 造成错误的感觉 那错误的理论怎么会产生呢 当初这个理论产生的时候 错还是不错呢 应该说当时条件下是对的 这理论可能是当时最进步的理论 或者暂时没有更好的理论 所以就采用了 然后就沿用了 继而产生了惯息 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错误呢 那大概就是女性在社会分工中 开始展露身手的时候 早期人类只能靠强壮的体魄 来对抗自然环境 工业科技发达后 男性对抗环境特有的强壮体魄 逐渐失去了优势 但是一遇到战争 我们依然恢复传统 男人们先上战场 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和平年代 男女差异逐渐减小 比如砍倒一棵树 一把电锯一个按钮 就可以了 无所谓男女性别差异 应该说 现代女性依托工业科技发展 在社会分工中迅速崛起 但是社会分工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 基本已经形成固化 所以要改变这样的固化 就还需要时间 首先最初的理论未必是错的 至多是早期的理论已经 不适合今天的生产力 和今天的社会分工了 因此这也不是错觉 这是男女依然存在的性别差异 是社会环境中 传统社会分工固化意识的 长期浸润 本质是生活时机的反应 那什么理论是对的呢 男女完全平等吗 如何做到完全平等 能否做到完全平等 因为我们人类成为社会前 大概并没有进入过这样的阶段 所以没有经验可参照 其实看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性别 就大体可看出 而且从人性而言 已经获得既得利益者 是不会轻易放权的 换一个角度来说 如果今天是女性主导的事件 或者说 今天在一个女性主导的团体中 掌握权力的女性 也会想方设法维护自己已有的权力 这是人性 而人性和性别无关 所以男权固然不对 那女权也就不对 而所谓的男女完全平权 暂时还只能是在理想状态中 便如简单的吃喝拉撒 为什么只在女性公厕门口 出现排长队呢 中国历史课 大概说到我们先人 经历过母系社会时期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 新时期时代晚期 和青铜时代的早期 还没发明金属器具 生产工具和武器 多用石头骨头 木头等天然材料 母系社会以母亲的家族为核心 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 有重要的地位和权利 女性的地位高于男性 因女性是生育的主要责任人 而男性则主要从事狩猎 战争等活动 在母系社会中 人们血缘关系通过母亲确认 按照现在三皇五帝纪年法 姓氏大族的标志 世氏大族分出去小族的标志 上古八姓氏即将摇荫四云归刃 都有女字旁 炎帝神龙氏是江姓 皇帝轩元氏是姬姓 是我们公认的中华师祖 这大概也算文化佐证 中国古代有个母系社会时期 不过近年来 国内不少学者提出不一样的声音 有学者认为 前辈学者们依据摩尔根模式 建构的中国原始社会实体系 不符历史实际 指出中国上古 有母权制社会的观点 是本世纪三十年代的学者 从十九世纪的 西方古典进化学派人类学家那 照搬过来强加在中国历史上的 一百多年来 世界各国人类学家 对地球尚存的出名社会 进行的科学调查和研究证明 巴霍芬·摩尔根等人的母权制 及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统治从没在 迄今为止的任何一种社会 和文化中发现过 并指出中国的母权制说的学者 为正诚其说 只选取随藏品较多的女性母 为依据 却避而不谈 同时同地一指中也存在 个别男性母随藏品较多的事实 针对史书中记载的 母系制社会中的著名女性 如阴人的女十足简笛 周人的女祖先江源 秦人的女先祖女修等 认为她们并非高于男人统治男人 而是主要在于生儿育女 仿衣之部从事辅助性事务 北大教授吴飞提到 西方母系社会这个词 是1861年在主流学界流行过 到1900年后就被否定 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提到 智人是猿猴逐渐演变过来的观察猿猴群体 并没有发现群婚和杂婚的现象 连大猩猩也有婚姻制度 例如一夫多妻或者一夫一妻 这样一来母系社会的基础 就被简单的反驳给瓦解了 有网友提出 母不是女性的意思 而是共同育女 古人饭都吃不饱 没遗产可继承 是完全的集体社会 孩子都属于集体 共同抚养 也有网友认为 上古姓氏女字偏旁 可能与古代人口少生殖崇拜有关 其实不管现在大家对于母系社会 有怎样的想法 也不管母系社会有没有出现过 纵观人类历史长河 能被记录的基本是男权社会 所以易老指出 结果父母亲都不希望生女儿 如果可以追问我 倒是很想问问那些父母 你们将来的媳妇从哪里来呢 易老说媳妇不容易 首先新婚之夜被陌生男人 以丈夫名利强奸 这里似乎把传统婚姻描述得很可怕 不过可能是事实 因并没有佐证 似乎也无法佐证 因为这毕竟是不让看见的事情 易老提出媳妇充当夫家所有人的奴仆 逆境中失去女性魅力 使行尸走路 按此逻辑是否那古代就没有可人的行 就没有好看的妻子了呢 虽然我不赞同 但是我也无法佐证 后来媳妇熬成婆已无魅力所以 易老得出传统女性在娘家室赔钱货 在婆家室受其包若女子无性化 简直就非人 如果无性的话 那一开始丈夫怎么会去所谓的强暴她呢 既然强暴 那必定有性冲动 女子对她有信息 然后赔钱货于现代自然有天价的彩礼 不知道古代是否有 如果有那就不算赔钱货 易老在论述若女子生命没保障 据东径石虫请客吃饭要女子劝酒的例子 客人不喝石虫就杀女子 客人王导于心不忍就大罪 客人王敦不喝石虫连杀三女子 王导看不下去劝王敦喝一点 既然王导已经大罪那是否应该不省人事 为什么还能理智相劝 所以只能算作中罪 如此感觉故事有杜撰未必真实 但大概有这么个女子陪酒被杀的事情 男权社会的故事 那必定是要吓唬女性鼓励男性的 因为在男权的传统社会中也有女强人 易老在论述第二种女强人家里母老虎的时候 立举醒是姻缘传中薛素姐虐待丈夫 一巴掌打丈夫连 外边人都道是天上塔的霹雳 然后易老说 比孙二娘等人还要可怕 案里这仅仅是一巴掌 而孙二娘是易老说的第一种女强人 是山寨里的母业叉是能杀人的 所以打人的薛素姐怎么会比孙二娘还可怕呢 恐怖心里似乎说过未明的死是真恐怖 已知的死并不恐怖 易老说孙二娘只是开包别人的人皮 对丈夫仍十分恩爱 对丈夫的朋友也颇为义气 既然十分恩爱又说孙二娘无性魅力 不知道他们这对夫妻是如何恩爱的 易老认为当代舆论界 把那些有自由意志 和独立人格的新女性称之为女强人甚为不同的 这里盖有繁语意味 双引号的女强人是传统中的女强人如孙二娘薛素姐 但既是当代舆论那女强人 自然是有新的含义和时代特点 大概易老所说的不妥是 舆论界可能是明白现代女强人的内涵 可是广大老百姓还停留在传统的认识中 认为女强人就只能像孙二娘一般 那自然这是现代女性不认可的 易老说为什么没有男强人 男人中不乏平庸胆小无能的窝囊废 易老并没有告诉我们那这部分 平庸胆小无能的男人该怎么称呼呢 他们也是男人 既然易老说传统中只要是男人就默认男人强 那传统就不认这部分男人了吗 他们就不是男人了 那么这所谓的强是男人和谁比呢 是男人和女人比呢 还是同性别之间比易老并没有告诉我们 如果和女人比那本身性别也是男人了 那就按传统说必定强 所以大体是和男人比 确切说是和强的男人比 但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再怎么比也还是男人 所以只有和女人比才能说明 这部分男人不是男人 那这部分男人的特点就是 有男人的身但是却没男人的心 这里易老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 对于内心不强大男人 在传统看来是否还算是男人 我只知道太监宦官肯定就不是男人了 而平庸胆小无能的窝囊废 身为男而身是不是必须要杰出 大胆能力强才算男人 然后这三个限定词是否是并列关系 即是否是男人的必须 还是只要其中一个达标就算是男人了 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 的确性格大概是不大会变的 但是平庸胆小无能 到杰出大胆能力强 也是可以通过历练来改变的 一个人总归有其有落 而大多数的我们都是普通平凡的人 有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勇敢 而在那件事情上胆小 在这个领域能力强 而在那个领域能力弱 所以本身用时间点的限定词 来定性一个人是不合理的 因此由此来定性一个男人是否是男人 那也是不客观的 易老说传统观念女人强则不正常 但是现代观念也没有说女性强则正常 关键这个强是和谁比比什么 比如男女生理系统不一样 你总不能和男人比生孩子吧 那自然是女性强 那女性能产出孩子 这是不分传统和现代的 那传统既然认为女性弱 自然就有一种认知 那就是女性生孩子这事情 是弱的事情 是需要避讳的事情 比如孕妇会经常感到恶心呕吐 头痛等不是症状 这些被认为是不祥之兆 在生产时会流血 古人对血液也有着特殊的崇拜和信仰 认为它具有神秘的力量和作用 可能会带来灾祸和不幸 在某些地区孕妇需要在门口 放置一些符号或物品来辟邪驱鬼 流血还被认为是一种暴力行为 会破坏社会秩序和稳定 此外还有一些宗教信仰和道德规范 认为流血是不道德的行为 总之易老在本文描述传统中 弱女子和女强人的时候 似乎是点到了男权社会的本质 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 男女关系地位是什么样的社会 才是我们人类最好的社会 至少我觉得 易老总不会认为 女权社会是我们要去往的地方